谁说混凝土就一定要不透水 今天我就要做一块透水的混凝土 那透水混凝土有什么用呢 我们稍后解答 这个是我从工地偷偷带回来的秘方 俗称配合笔 今天全部告诉大家 希望B站不要把这个事情推给我的老板 否则我可能就吃不了兜着这种 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防尘口罩一定要戴 特别是在工地接触水梨的农民工朋友 一定要戴口罩非常重要 OK 开工 我们现在就按照配合笔来上秤腰一下 水梨一公斤 食指四公斤 水350克 还有一种特殊配料一定不能少 50克 看视频的工程师或者是准工程师 打过灰的应该不少 但没有猜错的话 知道混凝土可以喝啤的应该没有几个 搅拌均匀 然后就是胶筑成型 我随便找了几个模具 为了防止万一多做了几分 希望不要全部变成豆腐渣 胶筑过程中一定不要忘了震倒 好了 完成了 现在我们就需要盖上保鲜膜来进行养护了 大宝 都是跑一步啊 把保鲜膜拉过来 烤大家一个小问题 混凝土需要养护多久呢 其实也要不多久了 我们再先等一下 三 二 一 开三 开了一个小玩笑哈 混凝土的养护当然不会这么快 至少都是七天起步 那么我们就一周以后再来看 好了 本来说等一周 没想到我们想去分控了 这下二十天都过去了 混凝土的强度应该也有九成了 因为我们也不是测强度 所以就不等到二十八天了 感觉还不错啊 现在我们直接来测混凝土的透水性 快速的把水倒在混凝土表面 水直接穿透了混凝土 从中间漏了出来 我们的透水混凝土 制作成功 好了 现在来揭秘 为什么水可以透过混凝土呢 回归一下我们的配方 水泥 石子 水 特殊材料 这个配方和常规混凝土的配方相比 少了一项沙子 这就导致了大颗粒的石子 和极犀粒的水泥之间 少了一种中间沥浸的填充物 产生了所谓的极配不连续 在混凝土中就形成了孔隙 因此水就可以穿透混凝土了 说白了 这种透水混凝土 其实就是以前的豆腐炸工程 质量不够关的那种混凝土 那这样的话 混凝土的强度怎么保证呢 大家记不记得 在半河混凝土的时候 我加入了一种特殊的材料 它就是专用的增强剂 可以保证混凝土透水的同时 兼有较高的强度 现在来回答开始的那个问题 透水混凝土有什么用呢 用来修建水坝当然是不行的 现在城市都修了很多绿道 而大部分的绿道采用的 正是这种透水混凝土 在半河的时候 如果加入专用的颜料 还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蓝色的呀 红色的呀 黄色的呀 这种不倒了 这种透水混凝土的路面 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城市的角角落落 最迟惯的作用 就是遇到下雨天 雨水从路面往下渗 路上就没有那么容易积水了 方便行人行走 但是如果你认为 这就是它的唯一作用 那就太小小它了 近几十年啊 城市洪涝灾害频发 专家们发现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恰恰就是城市化 随着房屋道路的修建 大量的钢筋火灵土 覆盖了原本的土壤和森林 一到下雨天 雨水没有了森林的缓冲和涵养 缺少了土壤的下渗 全部顺着火灵土路面 快速的汇集在一起 然后通过下水道汇入江河 同样的一场暴雨 城市产生的水量 可能是自然状态下的两倍还多 所以压力全部来到了河道这边 从而产生了洪灾 对于排水系统落后的城市呢 下水道容纳能力有限 就会产生泪涝 而相应的 由于钢筋火灵土的阻隔 城市的地下水缺少补给 地下水位不断下降 导致地面塌陷 所以让城市回到开发前的状态 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其主要的成果之一就是 用透水混凝土代替不透水路面 透水混凝土呢 可以模拟出土壤的原始状态 让土壤自由的呼吸 让大量的雨水通过土壤下阵 补充到地下水 同时呢也减轻了城市的排水和防洪压力 与此类似的 还有修建湿地公园 雨水花园等等措施 用来模拟原始的森林和湖泊 总之呢我们的总体目标就是 让70%的雨水就地削辣 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吸收和利用雨水 这就是海绵城市的里面 截止目前海绵城市已经在 30个城市进行了试点 很多非试点的城市呢 也在开发规划时参照了海绵城市的里面 目前看来虽然海绵城市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也伴随着一些争议 但我始终相信 让城市恢复自然状态一定是没有错的 即使有错也只是我们的方法没有找对而已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麻烦给个三年 我是工程师徐小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